大家好,我是文水 最近媒体上很多人都在谈一个数字 就是说2023年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人数 将达到1158万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82万人 大家想一想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就是 具体到北京 今年高校的毕业生数量将达到28.5万人 同比增长1.7万人 整个数字都是非常多的 怎么说呢 然后谈到1158万人 我就想起这几年 2020年 21年 22年到今年23年 前后这4年加在一起 大概有4000万左右的毕业生 不知道这些人现在整个的就业情况都怎么样 整体上并不是特别乐观 然后昨天我也谈到了清华大学的硕士 还是理工科的硕士 昨天我说他是大数据专业 其实不是他 那个视频我重新看来 他是自动化专业的 他就是硕士 他们周围很多的理工科的硕士 清华的 都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 其实就是那个就实习的机会 他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人这个揪心 然后昨天我做了清华硕士 那个视频以后 然后在留言区吧 找到有找到工作的 是什么工作呢 就是没错 考了公务员考上了 然后他说是这个被派到了黑龙江月薪这个3000这样的一个程度 反正这个人是这么留言的 所以说呢 整体上现在整个这个就业形势啊 就非常的这个不乐观 各种各样的消息啊 总是让人感觉到特别吃惊 那我也没有什么词 就只能说吃惊 确实是很吃惊 然后呢 就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毕业人数嘛 达到了28.5万人 同比增长1.7万人 创造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什么消息呢 就是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的副主任啊 他叫这个苏秀丽 然后他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这样一个内容 怎么说呢 今年北京朔博毕业生人数 首次超过了本科生 就是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的人数 首次超过了本科生 看到这个消息 我还真的是蛮吃惊的 很吃惊 虽然就是说北京可能是高校很多 然后他们这个就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可能很多 对吧 他们这个教学资源可能很丰富 但是看到这个消息还是比较吃惊 我就联想起曾经我的经历 就是我是2004年硕士毕业 在海工大硕士毕业 然后当时去三星电子工作 就是在去三星电子工作的 刚开始我们有一个培训 就是新员工一起培训当时 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大概有几十个新员工 各个部门都在一起 然后硕士 我记得并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是个位数 可能是两个不是三个人 包括我在内 就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说是硕士 是海工大硕士 那就是大家都高高看你了 就是那些在跟我们一起的 那些本科生的高看你一眼 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些 这个就是人事部的领导 也都是这个高看你一眼 然后进去以后 工资直接就是比这些本科生多很多 然后职级也比这些本科生 这个就高一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我就感觉就是 在海工大硕士毕业以后 那真是确实是 还是有一定这个含金量的那个时候 但是到了今天 我就感觉这个情况 虽然我离开中国很久 但是就感觉你看本硕士和博士的 这个毕业生都已经超过了本科生了 这什么情况 对吧 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张 很多时候就是我说我吃惊了 确实是很吃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业的状况我知道很差 但是没想到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怎么说 就是这个硕士博士这几年 可能就是整体上就业形势不好 很多人本科比他知道自己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大家都在考硕士 然后考完硕士以后 过了有的是两年 有的是三年 发现好像也并不是很好找工作 那就考博士 博士有可能是四年五年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其实他只是在用这种方式 延迟毕业而已 而且就是很多高校 他也把它做一种什么方式 就是可能 据我了解 可能高校他也是需要对吧 就是有一些硕士博士 充斥到他们一些实验室里面 他们学校在评级 各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然后还有一些实验室 他实验室的硕士生导师 或者博士生导师 本身就是一个老板 他有自己的公司 这样的话 就硕士和博士进来 能作为他们公司的一个职员的这种状态 然后给的钱也并不是很多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说就是一步步走到今天 就在这高校里面就积累了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那么他毕竟他是有一个限度的 他不可能说一直 那博士你总得毕业 硕士你毕业往下 他招收博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整个经历 前前后经历了这么几年 到现在可能真的是 这个容量有限的 大家早晚还是要面对社会 还要去 还要是去就业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出现了在北京 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首次超过本科生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硕士和博士的含金量 已经大大降低了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可能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你要是一个名校的 硕士博士 可能大家还能高看你 你就说你是一个地方的城市的 一般大学的硕士和博士 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 可能就是这个人可能是 本科期间找不着工作 对吧 但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人不爱听 但是在现实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就是从这几年 我们听到很多消息 比如说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有 7万人吧 有硕士和博士的 这个学历的人 然后去这个当外面小哥 这个还是前几年的数据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 当时 然后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北大 这核物理专业的 这个博士 去应聘成果 包括有些这个硕士 明销硕士 去到三四线城市的卷银场 工作等等 就这样的情况 那还是以前的 现在可能情况更加卷 不知道卷的卷成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所以说前两天 我不是提到一种观点吗 就是这个 学历逃脑袋的这个状态 你可能学历越高 在现在吧 找工作可能越不容易 你越是明校 可能人家也不敢 越不敢招收你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像我跟你讲的 就是很多外企已经走了 很多科技大厂 现在情况也不景气 就是真正能够 给这些高名校 高学类这些人 提供的这个就业职位 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对吧 你一旦不匹配的话 他就是很难 很难就业 对不对 就像现在很多人 这个就是 就没结婚 就是你看条件 也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他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他心里也不甘心 他觉得自己条件非常非常 他总想找一个 也很优秀 但他就是不匹配造成的 所以说 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 目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话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高中生 他可能就会有些想法 对吧 我现在去读本科 包括读碩士博士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连碩士博士现在都不好 找这个工作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 干嘛呀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也就不读高校了 我觉得 在中国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趋势 那么对于整个高校来讲 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再加上现在很多 像我昨天讲的 很多在海外留学的人员 又回到中国大陆 然后他们也在和这些 高学历的人 名校的人 在争取非常非常有限的 工作的职位 所以说 所有的这个事情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对吧 习近平有什么办法吗 根本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 最后呢 就是 没办法 咱们就很 往后吧 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情况 就博士毕业生 最终去做什么呢 不好讲 咱慢慢在 瞅瞅这个环境啊 所以说 现在讲到 就是什么 那个全职儿女啊 就得加全职 给父母打工 赚父母钱 这个事就没有什么 太稀奇的了 其实这就是整个中国 目前的这个就业的 这个现状啊 咱们往后 马上就到毕业季了嘛 因为现在吧 也全都放开了嘛 可能找工作 这个方面 可能还会出现很多 让人感觉到 不可思议的事情 咱们一点点观察 好 这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